之前呢我在半桌请一些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做了一道非常私房 但也是餐厅的名菜 它叫凉拌白菜行 那这道菜一出来的时候 非常多朋友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说 里面是不是有加了什么木瓜或什么 好好吃哦 当我知道我做了这道料理 很多人在把这个食材 比喻成别种食材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这道菜在各个北方料理馆 它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开胃凉菜 大家好 我是阿气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道 很好吃又家常简单的凉拌白菜行 我觉得今天要做这道菜用山东大白菜 或者是天津白菜 基本上你在市面上看 差不多我们这样抱起来 一个篮球大的这种 大概都会落在1.8斤 重一点会打2斤 所以呢我们今天用了这半颗 去完心之后 把叶子剥开 里面水冲干净 大白菜处理完之后来 记得哦 叶子尽量就不要去削到 我们要的是这样子 大白菜的底部一定要削得够干净 这个心的部分我都去好了 这里你会留下一盘 非常嫩的白菜叶 你炒一点虾米 或金钩虾 蒜头 或者是家里有煮汤或火锅 你特别跟着下下去都很好吃 就顺着白菜它的组织 直接这样子切 切细一点 那切得越细越好 我们这里准备一锅冰水 记得这个水最好是熬水或是开水 因为待会要生吃 我们直接泡下去 那冰水的冷度越高越好 来你看我现在已经切好了 你看像不像洋葱丝 而且啊现在夏天要到 那个端午后炎热的天气 就会微微的到来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慢慢在餐桌上 做一些开胃清爽 而且没有什么负担的凉拌料理 我现在刚切好 我现在差不多泡五分钟而已 五分钟你就会看到 我们切很薄的白菜 有没有看到 它已经慢慢的在变透明了 但是这个还不够 你要泡到什么程度 你要泡到 你看我现在拿起来的菜 它还是有点软的 我们要泡到变硬的口感 才会达到脆又甜的一个境界 那我这里我准备香菜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也是这一道菜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香气来源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洗干净之后 香菜把它挑开 直接细碎状 待会它是要直接拌在这个白菜里面的 我个人认为放这个少量的小颗 草天椒下去切放进去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 我觉得很开胃 那如果你觉得我对于辣很敏感 你可以不用加 辣椒去头之后 切这种小圈状 不建议再把它剁 因为呢你如果再剁下去 小辣椒的辣会整个呛出来 所以会很辣 我们直接切这样子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我有准备去菜市场 去超市 不管大卖场 或是传统的干嘛店 南北茶货店 都一定会卖的油花生 那你买回来之后 来稍微刀子 像我这样 有没有看到 用刀背的地方 来像我这样子 切 剁碎 它起来感觉就像这样 有没有看到 变碎花生 再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白菜 煮到哪 来 你看整个萃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它烹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 你看现在 它会变直变硬了 所以就是要这种口感 白菜心已经把这个 从冰水里面滤干起来 记得哦 妈妈 水分尽量滤干 它待会还会再生一些水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调简单的酱汁 这个酱汁 它可以看称是万用酱 你可以拿来凉拌白菜心 小黄瓜 大黄瓜 白萝卜 这一类可以生吃 甚至生菜万用的沙拉酱 很好吃 好现在呢我这边酱油 来加入的是一大匙下来 乌醋非常重要 乌醋两大匙 再来白醋 这一道菜它的酸 它的那个清香的味道 就是来自白醋 白醋也是两大匙 有没有发现我在做菜我很喜欢用鱼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方便 它有鲜又有咸 所以呢 我觉得加一点鱼露也很棒 来 鱼露呢是二分之一尺 再来二砂糖 我这里加入的是三大匙 你们绝对不用担心说 乌醋很甜的吗 放心 因为我们里面有乌醋跟白醋 会记得酸会破甜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 哇糖醋排骨怎么那么好吃 吃了不会腻又会开胃 这个就是酸甜酸甜 这两个奇妙味道神秘的地方 好 再来我加盐 那这个盐是一点点 那所谓的一点点就是 以这一个小匙来讲 我加的是五分之一小匙 很少哦 盐没多 我们只是多一点盐下去提鲜 均匀的拌扇就好了 记得哦 一定要拌到糖扇为止 直接把这个酱汁 直接倒下来 香油两大匙下来 我不会把香油跟酱汁一起拌 就是这样子它的味道 层次会比较好 刚刚切的香菜跟辣椒 直接下来了 最后再来把这个熟的白芝麻 加入两小匙下来 拌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盛盘了 来 花生碎直接淋在上面 今天这一道凉拌白菜心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赶快做起来 让它在我们的餐桌上 让大家惊讶一下吧 如果你有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让阿清知道说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欢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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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